哈喽大家好,今天就带大家做酸奶的戚风蛋糕,里面加入了浓稠的酸奶 比原味戚风蛋糕还要好吃,喜欢的跟着我一起做吧 碗中加入40克玉米油,60克浓稠酸奶,搅拌至乳化的状态 过筛加入60克低筋面粉,化这次形搅拌均匀 拌匀后再加入3个蛋黄继续拌匀 拌匀后放一旁备用,3个蛋清中加入几滴白醋 先开电动打烂器打出大气泡,40克白糖分三次加入 一只打发到提起打烂器油小尖角即可 取三分之一蛋白放入面糊里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全部倒入蛋白里,继续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倒入6寸的模具中 轻震两下震出里面的大气泡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上下火145度烤60分钟 烤好后轻震两下立即倒扣晾凉再脱膜 这样蓬松轩软又非常好吃的酸奶清风蛋糕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动手制作吧